说王洪翔是中国搏击界的,灵魂人物一定也不为过,当年的王氏打法,为他赢得了中华英雄的美誉,而王洪翔曾经创造29场连胜的记录,使得他成为了中国拳迷心目中的英雄。 乔西里当时是美国排名第一,但也没有多少中国拳迷把他当回事,直到后来他KO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马布斯。 比赛可谓是王洪翔的经典战役,王洪翔牢牢掌控全场节奏,并不和对手硬碰硬的战斗,而且不断地用恐怖的逼扫腿,扫砍乔西里的膝盖内侧,这样的恐怖威力,使得乔西里没有能够撑过一个回合就被TKO掉了,而这场比赛使得乔西里,不得不休养了一年才重新开始登上擂台。 要做的地方,转去,要中全把,一定都没佔余力,要知道,再。 张剑八万里,横隔天地间,下国鳄群蝇,想忽然卧行,却是有神功,中一些胸壮,好当英雄心。 方沙无命 走 D